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這節John Connor跟大家說一節國際新聞 這節 牽涉了兩個國家 一個是乾哥 一個是乾弟弟 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是俄羅斯 這兩個國家現在是暗黑聯盟 這兩個一定是世界主要的公敵 問題是 而普京似乎 被習近平聰明 習近平 是一個 挺 失控的人 想當全世界所有國家 都是他的敵人 因為他有一個中國夢 俄羅斯普京現實很多 所以他知道 與其要俄羅斯稱霸全世界 他只是 搞自己繼續維持權位 這件事本身已經相當困難 所以 普京 就沒有 習近平那麼瘋狂 所以 對普京來說 他的外交策略 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彈性 大很多 實際上我們那麼久以來看到普京 出來說話 在外交上面 他的手腕很明顯 俄羅斯 比起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太多戰狼騎劫了 俄羅斯的外交手腕比中國更加富有彈性 所以 我認為普京看準了現在的時勢 時宜拉攏美國 時宜跟中國大陸 站在一邊 繼續為他的 威脅和勒索 我們詳細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請大家開Google戶口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意有魏務頻道 記得我們星期二得道主頻道是39萬訂閱 另外那個頻道是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應該有6萬多人訂閱 有一個網站 將我們的影片 圖片 照搬自個子 將我們複製出來 所以裏面既是我們的聲帶 既是我們的影片 又是我們的圖片 然後再度用星期二得道的名字 這個是非常之離譜 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發現了危務網站 請你投訴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的新聞廣播 時事分析 請大家繼續欣賞廣告 繼續 點擊廣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打開節目清單播放 還有經濟許可的朋友請訂閱我們的Patreon 也有網友向我們提議 應該我們就是要將那些 在英國的 騙徒 尤其是我們親身有經歷的 那些人的名單 就要公佈下去Patreon 我們正在考慮這件事 我們 計劃好就會跟大家正式說 我們現在其實沒有甚麼顧慮 不過 有些案件 比較牽涉 一些 在香港的人 所以我們一直都沒有發聲 這不代表我們會放過他們 大家留意 記得要投訴藝務頻道 今天還有朋友問我們 你的節目有蕭若元的節目在裏面 有這樣的事 我們已經知道他正在看藝務頻道 當我們的頻道 大家也不要小看 這些 很有機會 是一些共產黨在背後做的事 實際上Google Facebook這些公司 他們把 亞洲的管理 外判了 給新加坡 最近跟袁包包講電話 袁包包講了這件事 不過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們的審查一向 是國內人做的 所以為甚麼 我們看到社交媒體 YouTube這些平台 全部有那麼多 針對著 反共的言論 全部借黃標你 全部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 千萬不要 跟他們客氣 他們真的有專人 在網上做網軍 去搞你的 所以如果我們不組織起來 連網絡的世界 也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記得 聯群結隊 痛擊五毛 實際上他們的攻擊 不只是做五毛那麼簡單 還包括現在正在做的事項 這節回來了 繼續說普京和習近平 兩人都生氣了 當然就是兩個國家都不能參加 美國主辦的民主峰會 兩個國家最不高興的就是中國 俄羅斯 清楚明白自己是獨裁政府 其實 俄羅斯 我看來看去 真是沒有中國共產黨那麼無恥 中國共產黨那種無恥 就是自己是在做獨裁極權的政府 夠膽出來厚臉皮 對著全世界 告訴你 它才是最民主 最代表全部人民的國家 他也夠膽說得出的 他的臉皮 就是你拿穿甲彈也打不穿 以前就說拿左卵也打不穿 我們覺得左卵也描述不了 他們的臉皮 厚過裝甲車的裝甲 甚至乎 就是穿甲彈也打不穿 如果真的穿甲彈也打不穿 其實就沒有甚麼可以打穿 稍日有機會講軍事問題 再跟大家討論穿甲彈的問題 一般人對炮彈的理解就是會爆炸 沒有詳細細分到底那顆 是高爆彈還是穿甲彈 中國大陸人民日報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春姐 13日宣布 中國大陸 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 將會 在北京 會在15日 跟 俄羅斯總統普京 舉行視訊會議 報導說習近平的外交並沒有因為受到疫情而影響停止 我知道 尤其是戰狼外交好像完全不受疫情影響 而且因為你沒有疫情 全世界 我們知道了 只有你們沒有疫情 全世界都有疫情 還有一些藍絲朋友 這個世界沒有辦法 其實也不是很藍絲 但肯定不算 他們還是跟我說 歐洲的疫情很差 大陸就好像沒有疫情 他們 真的相信這些資訊 大家不要小看大內宣 你覺醒了之後 你知道那些藍媒 知道那些大內宣做了甚麼惡行 但是對於很多 未醒的人來說 你要將自己回憶回 2019年之前的20年你的人生 你看到甚麼報紙報新聞 你就當那件事是事實了 所以你有時 就不能夠完全怪怪那些不覺醒的人 不過到了2019年 也堅持不覺醒 其實也沒有甚麼辦法 他就說不受疫情影響 美中最高領導人第一次視訊會晤 就是習拜會 在11月中剛剛完結 這個大家都知道 當時習近平 稱呼 拜登做老朋友 人家一句就說 跟你從來都不是老朋友 當然 外交沒有任何的突破 基本上 跟美國就是一個僵局 不過跟美國的僵局 現在你 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你會發現 跟 拜登政府那個奇怪的取態有關 一方面 拜登政府 聯合了那麼多國家 繼續搞民主峰會 但是另一方面 他在一個峰會裏面 就非常之怕 就是 破壞了那個一個中國政策 這件事其實也真的很矛盾 我們到現在 也是很難理解 民主黨拜登政府到底在想甚麼 當他們聯合了全世界的國家 搞民主峰會 然後被中國大陸強烈譴責 強烈憤怒 然後你再杯葛 去冬季奧運會 然後你在民主峰會那裏就是提起 這個 新疆 的種族滅絕 以及反人類罪的時候 竟然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他們會擔心得罪中國 關於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 這個你是不是匪夷所思呢 其實 這件事我們也發生過了 在香港的抗爭運動裏面 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大家在一個暴動現場裏面 當時理工大學附近打到七彩 家長來接送的時候 整群人都上了車 當時 肯定那個現場就是一個暴動現場 當時司機就說 怕不怕被人告他超載 這件事呢 就是匪夷所思 現在 拜登民主黨政府就是有這樣的 關心 你說中國大陸反人類 種族滅絕的時候 你怕得罪他一個中國政策 這真是甚麼邏輯 我都很難想像 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無法用正常邏輯解讀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的邏輯思維 所以他們的行為我們是難以理解的 習近平和普京在這個時候就說要開視訊會議 很明顯也是要回應 就是這個民主峰會 因為 在外交問題上 其實他們完全是拿不到 任何的 甜頭 他們自己 在斷估也不會把 尼加拉瓜跟他建交當成一個重大的成功 普京早前也跟拜登時訊會議 裏面被拜登 就是警告 叫他千萬不要入侵烏克蘭 Tony也做過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 當然他就從陰謀論 去推測 但是現在 以我們對拜登政府那種奇怪的邏輯理解 你有時又很難完全 用那個 桌底交易去理解他們的行為 如果有桌底交易 你又很難 想像為甚麼拜登又會 美國又會拿回 那個反人類罪 和種族滅絕拿出來說 如果你是中國大陸 你會不會 買一半 又不買一半呢 你會不會買人回來 會說你種族滅絕 和反人類罪呢 這個我真的想來想去都想不明白 我也不是想幫拜登說話 其實拜登政府 那種 賣世界的行為 已經是離譜了 賣得來 又好像賣不完才奇怪 我不知道他們建基於甚麼邏輯 覺得可以一邊指控中國大陸 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 但另一邊商可以跟中國大陸 繼續 做生意 不損害經濟關係 如果有些朋友 熟悉白人的左派 或是你熟悉美國的左派 美國的左派的行為 其實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包括那些X-Man 也不准叫X-Man 要叫X-Person Chairman 也不准叫Chairman Chairperson Spider-Man 也不准叫Spider-Man 要Spider-Person 由於遊戲裏面要有黑人 馬上有很多人問 長津湖裏面好像沒有黑人 我只是想告訴他 很多中國大陸的歷史劇都沒有黑人 我看康熙大帝的雍正王朝 全部都沒有黑人的 你快點去投訴吧 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你一定要按照片 看康熙大帝的 包包 是十分裂的 在喜 continuous 叫X-Man 可樂的 非常人,是歸尾尾尾, 其實為了 太少人 你視為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